卧薪尝胆的心是什么意思? 卧薪尝胆中的心是干草和柴火的意思, 成语形容一个人忍辱负重,发愤图强, 出自史记岳王勾建世家, 岳王勾建返国,乃苦身骄私, 置胆于坐,坐卧即养胆,饮食亦尝胆也。 讲述的是春秋时期, 岳王勾建在吴国为奴三年, 回国后历经屠治, 每日睡在心草上, 尝苦胆,最终打败吴国的故事。 后人常用卧薪尝胆自我鼓励, 当自己受到他人的羞辱和无视时, 要时刻提醒自己, 内心和外在要变得更加强大, 才能战胜对方。